赵长鹏共产党这个走狗啊 把FTS给骗死个球子了 所以说共产党养的狗都很奸诈 他成天想弄死FTX 结果FTS作为所谓的 在货币圈里边的央行 被赵长鹏给灭了 而且灭的那么惨 这咱们可是好事 最好赵长鹏像海航一样 像这个田国立啊田慧宇啊 就帮助我们去腐败共产党去 帮助我们干掉王岐山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把FTS干灭这件事情 在币圈里边和他害下的人和整走的钱 最后共产党和所有的赵长鹏都要买单 他们被干掉的时候 谁来收拾战场呢 是吧 然后现在从这些大事 国际事看 德国人和欧洲人突然间明白过来 习这样下去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 而且欧洲美国已经跟德国较把耳铭说 你敢摆这芯片啊 你敢摆这高科技 跟那个习太阳做交易 那这事儿很大 后果很严重 听说啊 美国也告诉了德国 那会让你 as a dream 利喷糊 哥们儿立马毁了 所以说兄弟姐不要 你看过去几个月 什么德国总理舒尔斯访华啦 什么赵章鹏又收了FTX啦 艾伦巴斯哥又收腿顿啦 好像全世界所有发生的事儿对你都是不利的 这就是七个与众不同 想到任何事情的发生它都有机会 包括好事更包括坏事 任何事情的发生决定你家幸不幸福都取决你的实力和你对事情处理的能力 最重要的事情 当你在一个家里边家庭过日的时候遇到了背叛 遇到了所谓的不忠诚 遇到了所谓的伤害 你该咋办 当你看再往回看 德国这件事情访华 对我们爆料革命是巨大的暴露 是吧 艾伦巴斯克先生来买这个推特 对我们是巨大的机会可帮 赵章鹏这孙子 代表共产党去咬FTX 把货币圈里的央行给干掉了 对我们是巨大的机会 这是用任何钱不能行 不赵章鹏我自己脖子多套几根绳 对我们是最大的机会